手術 手術初期 通常是指到前一兩個禮拜 太激烈的運動是不行的 我們擔心是什麼 擔心的是腫跟流血 因為那時候傷口相對不穩定 危險的話 基本上很少這樣危險 但是就至少會這樣癒心跟腫脹的問題 那二方面是我們也希望這個軟土脂被剝離 我們也希望它有一段時間可以附著的更好 才可以去做一些比較激烈的 身體的運動 通常我們建議至少是兩個禮拜到一個月左右 才可以恢復比較激烈的運動 當然如果說有些像做拳骨 骨頭是被切斷重新固定的 它需要更久的保護期的話 像說激烈碰撞 像我說打球類的東西 有時候會有肢體碰撞很嚴重的那種運動 可能就要更久 也許要三個月後才可以做 下巴結骨也是這樣 如果是用截骨的話 脫塞可能一個月那時候都不行 如果是模型的話呢 你只要不怕痛的話 其實是OK的 因為我們都有固定 當然現在有些手術它強調不固定 不固定的話 那你這個時候你就要承擔這樣 模型偏移的風險 所以我們有些時候我們醫療上 做一些必要的動作 其實都是只是要降低風險的 當然你可以省略 省略的話呢風險 就變成個人它去承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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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